HELLO 大家好,又是我Philip 今次跟大家分享的事 是跟我以前的事是完全不一樣的 事關我早幾天,我就榮升了做爸爸 但醫院跟我說一個專有名詞的時間 我發覺是完全未聽過 亦是問起我身邊的朋友或親戚 他們都是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所以我想拍這段影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亦可以幫助一些準爸爸媽媽 萬一遇到這個情況,就不需要太過緊張或擔心 這件事是什麼呢?就是新生兒的傻骨不折 每逢有100個小寶寶,就會有2至3個情況出現 所以算是一個比較常見的生產意外 它最主要的成因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生產的過程中 產度和齒骨的壓迫 令嬰兒在鎖骨這個位置會有少少的裂紋 甚至真的會有骨折的情況出現 通常它們會是哪一類型的嬰兒出現比較多呢? 首先第一,就是懷孕大過40周的嬰兒 第二,就是一些比較大的嬰兒 第三,所謂的肩難鏟 可能是肩膀卡住了,出不來的那些 第四,要借助器械或機械生產的 第五,就是嬰兒的肩膀特別闊 第六,媽媽的盆骨真的太過小 第七,就是生得太過急 這幾個情況都會比較容易出現骨折的情況 如果真的太過輕微的情況,可能真的裂了一點 可能真的不會發現,因為它可能連痛也不會有 直到過了一兩個星期之後 到它自己好回有一塊東西,所謂骨痂的出現 你摸下去一顆東西才會發現原來小朋友之前會有這個情況的出現 當然啦 最嚴重的情況就是這個位置,就像這張筒一樣 會有斷開的情況 當然啦,一聽到這件事的時候,大家都會像當初的我那樣 哇,心都痛一痛,斜一斜,畢竟是骨折 大人都比較難捱,覺得痛,何況小朋友 有甚麼辦法可以 醫好或者治理呢 其實一般的情況 是不需要特別去 打石膏或者做一些治療 因為本身BB的自我復原能力 是非常之強的 我們大人是不能夠跟他相比的 一般都會在一至兩個星期 就會自己慢慢去好 剛才我所說的骨痂的出現 那顆骨痂大約會在兩至三個月 就會慢慢去自己消失 怎樣去護理他亦是一個相當之重要的一件事 平時如果我們要照顧他 要抱 不要受到 當然就不要在腱下的肩膀位置 這樣扭起 盡量都可以在背部慢慢去抱起 去就會好一點 不要吸引到他的環處 就第一 第二就是跟他穿衣服或者脫衣服的時間 遵守像宣服的先穿後脫的原則去做 甚麼意思呢 穿衣服的時候 穿上環處的一旁 脫衣服 相反就先脫去正常那邊 最後才脫去橫柱那邊 令到橫柱的伸展盡量減低 其次就是如果穿了衣服之後 或者你們會有些包皮給它 就可以用扣針或固定手 讓它不需要動得那麼多 令到橫柱可以舒服一點 不需要令它那麼痛 我這裏只是很概括地說了整個身身而鎖骨骨折 當然醫院真的診斷了寶寶真的會有這件事的時間 它會有一份指引給大家看 大家也可以慢慢去看上面的指引 它會教大家怎樣去做 很多人會擔心究竟會不會有併發症 它的預合程度基本上可以說是100% 就算將來用X光照片 也不會發現它原來是曾經有鎖骨骨折 所以基本上是不會有後遺症的出現 所以其實就不需要說真的太擔心 或者太過緊張 當然我也明白 為人父母一聽到有這件事的時候 心是真的很赤的 這條片就到這裏為止 希望這條片可以減輕一些準爸爸或準媽媽 或者本身自己小朋友有這個情況的人的疑慮 或者擔心 如果大家有什麼分享或討論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我們下一條片繼續吧 拜拜 拜拜 拜拜